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台湾民众在论坛PTT上发文分享 近期到牙医诊所就诊 却因为没有固定半年洗一次牙 遭牙医念了一顿 这让他觉得牙医是因为工作缘故 才以为每个人都会乖乖去洗牙 觉得这件事恐怕没有这么普遍 因此好奇向大众发问你们都会半年洗牙吗 对此 许多网友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更透露现在有不少诊所 都会定期打电话 传讯息给患者 提醒洗牙时间已到 且洗一次牙费用不高 还能顺便检查有无助牙 且装一颗牙相当昂贵 一想到就是乖乖去洗 究竟定期洗牙有多重要呢 台湾刘富轩医师在脸书上盘点出四大好处 一 预防牙银疾病 牙结石和牙菌斑是导致牙银疾病的主要原因 定期洗牙可以有效地去除堆积在牙银周围的牙结石和牙菌斑 从而减少牙银发炎和牙周疾病的风险 二 防止住牙 即使你有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牙齿上仍可能有难以清洁到的部位 例如牙齿间的缝隙或牙银线下的区域 定期洗牙可以清除这些难以触及的区域的累积物 降低住牙的风险 三 改善口气和牙齿颜色 牙结石和牙菌斑的积聚可能导致口腔异味 通过定期洗牙可以去除这些累积物 改善口气也可以去除牙齿表面的色素 四 维护身体健康 口腔健康与身体健康密切相关 牙齦疾病与心脏病、中风、糖尿病等慢性病有关联 定期洗牙有助于减少这些潜在风险促进身体健康 刘富轩医师提醒13岁以上的民众 健保给付每半年可以免费洗牙一次 许多来到诊间的病人都是为此而来 健康生活编辑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